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博恩化世界 今天要帶大家到世界的哪一個角落呢? 法國 最近這個禮拜呢 法國遭遇了今年最大的兩個災難 可以說是被搞得心風邪雨 法國可是第一世界的大國家耶 到底有什麼災難可以難倒他們呢? 是最先進的電腦病毒嗎? 是快枯竭的能源危機嗎? 痾...是水跟巧克力 最近巴黎不斷下雨 賽納河的水位已經在這個禮拜漲到6.1公尺高了 兩岸的餐廳、地鐵、甚至是羅夫宮這種博物館或是公共設施 全部都關門 直接間接受到影響的民眾可能達到500萬人之多 我記得我兩年前在巴黎留學的時候就遇到淹水 那時候的雨量真的很誇張 大概就是台北日常的一半 而且你看 世界一流的大城市都會淹水 所以不要再嫌棄桃園機場了好不好 我們這是在跟國際接軌 懂不懂 你要讓他們一來就覺得 哇回到家的感覺 用心良苦耶 不過比起水災可能更需要擔心的是老鼠 根據孽齒動物專家法爾加利亞克的研究 巴黎平均每個人家裡都有1.75隻老鼠 他說這個數字呢 跟世界的其他大城市差不多 欸欸欸你自己城市那麼髒在那邊養老鼠 不要把大家都拖下水好不好 我們亞洲國家哪會這樣啊 我們都養青蛙 而且1.75隻也太多了吧 難怪他們看到料理屬王的時候 都一副見怪不怪的樣子 那是在家裡的餐廳 有兩個在家裡 法爾加利亞克說 水位上漲會影響到老鼠的洞穴 所以如果淹水的話 老鼠就會全部跑出家門 不好意思 請問現在到底是21世紀還是14世紀 我記得法國700年前就被老鼠教訓過了 怎麼搞到現在都還沒好 嗯等一下 你說只要淹水就可以讓動物出門 等我一下 死青蛙給我出門啊 對青蛙沒笑 而法國遇到第二個災難 則是跟真果醬有關 法國一家連鎖超市 推出了Nutella真果醬三折的優惠 引發民眾瘋狂搶購 根據BBC的報導 有人扯頭髮 有人瘀青 有人流血 甚至有店員推著推車的時候 被民眾撲倒 這種情況 你不說是法國 我還以為是台灣呢 不過法國民眾到底在發什麼風 其實法國是有非常嚴格的消費者保護法規 平常根本就買不到低於66折的產品 蛤 為什麼不能賣太便宜的商品是在保護消費者啊 有高手可以在下面幫我解答一下嗎 不過大概就是因為三折真的是一生一次的機會 所以我當然摔斷手也要跟你拚啊 就算我醫藥費要付100歐元 我也要跟你搶那個便宜2歐的整果醬 我在這邊呢 也想要給法國一個小小的建議啦 這次的水災造成了相當於台幣1.7兆元的損失 如果你們可以把搶Nutella的精力 拿去開發一些防洪建設 就可以直接避免1.7兆台幣的損失耶 全法國都不用搶 直接每個人分150罐原價Nutella 只是一點建議啦 今天的博恩畫世界就到這邊啦 我要去玩我的青蛙了 我們下個禮拜再見 掰掰